近日台湾交通部门负责人被爆出桃色丑闻辞职下台 台湾舆论批评从蔡英文到赖清德 民进党当局多人因为桃色丑闻而下台 是名副其实的桃色政党 质疑民进党官员如此品行不端 如何能够治理好台湾社会 据台湾媒体报道 19日在台湾网络上有人爆料 台当局交通部门负责人李孟燕婚内出轨 张姓女子长达10年 并贴出了两人亲密合影 报道称李孟燕常带该女子出入高档餐厅 在公开场合也毫不避讳 丑闻曝光后李孟燕公开表示道歉 称已向赖清德和台当局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请辞 已经核准 台媒报道称李孟燕在交通部门负责人职位上 仅92天就辞职下台 成为该职位任期第二段的官员 李孟燕被视为是台南帮成员之一 从台南市水利局负责人 到代理市长 并曾被提拔为行政机构秘书长 赖清德上任后 被任命为交通部门负责人 被认为是赖清德的左膀右臂 台湾舆论认为李孟燕丑闻被曝光 不排除是民进党内派系斗争的结果 对赖清德非常不利 风暴恐怕是民进党内部派系斗争的延伸 赖清德上任之后还没有明显的建树 就责损了一名政府官更是出师不利 台湾舆论批评民进党执政八年多以来 已经有多名政治人物涉嫌桃色丑闻 包括前民意代表罗志正赵天龄 台湾前卫福部门负责人陈时中 台湾前行政机构发言人陈宗燕 前桃源市长郑文灿等 国民党方面批评 桃色丑闻已经成了民进党的传统 是不折不扣的桃色政党 加入民进党的团队难免嘛 就是会桃色不断嘛 应该要围请派个团队到台南市政府 跟台南市民进党党部呢 把桃花斩断 陈忠燕到赵天龄到罗志正 民进党过去桃色的风暴不少 现在又多一例 可见党内从来没有学到教训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台湾民众党的 假账风波 19号民众党召开所谓查账记者会 对账务问题进行说明 时任柯文哲竞选办公室的总干事黄珊珊 公布了查出近80笔错账 被质疑越查问题越多 在记者会上 黄珊珊主动公布又查出近80笔物灯 漏灯的账目 如购买蜂蜜支出56000元新台币 物灯为5600元新台币 漏报的部分包括礼品制作 车费 餐费等 则都是小金额支出 而对于柯文哲 在美国期间的租车费用 被质疑价格太高 黄珊珊解释称 是两笔费用合成了一笔 美东团的车资 为什么超贵 这里是两笔 有一笔是 柯文哲主席的美西团 但是在监察院的系统上面 它误登为美东团 那真正的美东团是 吴欣盈他去的东部 但有人指出 美东租车费用 发生在2023年11月 是在吴欣盈登记参选之前 解释不通 台湾舆论认为 民众党想通过自查的方式 减少外界批评 但恐怕问题会越查越多 有台湾民调机构公布最新的 岛内政党支持度民调 显示民众党支持度为13.8% 下滑了2.2个百分点 相当于失去了300万支持者 在好感度方面 对民众党有好感的人数 大幅减少14.7% 反感者大增11.3% 显示出 由于假账风波 重创了民众党形象 民众党已经陷入民意寒冬 下面请您关注 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来自两岸近百名大学生参加的 第二届海象联 新乡应两岸大学生影视文化节 继短视频大赛 近日在周山闭幕 台湾修平科技大学选送的 面向黎明 浙江海洋大学选送的 在陆地尽头有个家 或最佳作品奖 大赛共收到了 来自两岸大学生 一百余部富有创意 制作精良的短视频作品 近日 以人和尊美为主题的 2024海峡两岸乡村发展论坛 在浙江湖州举办 来自台湾南投 嘉义等县市基层农会 民间团体的 200余名两岸代表道场参会 本次论坛共三天 在主论坛后 与会人员还将分别赴 湖州各地 围绕产业共赴 乡村旅游与休闲 和青年入乡发展 三方面开展交流参访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 据台湾媒体报道 19号 菲律宾海警船 故意冲撞中国大陆海警舰艇 菲律宾外长近日则表示 所谓台海局势 对菲律宾相当重要 盼各方能够以和平方式 解决争议 菲律宾为何公然插手 台海问题呢 而妄想利用台海解南海困局 赖清德又帮菲律宾做了什么 今天就以上内容 为您请到了 两岸三位嘉宾共同解析 北京海疆问题专家 王小鹏先生 上海复旦大学 台湾研究中心主任 信强先生 台北台湾时事评论员 赖月谦先生 欢迎三位 菲律宾借台海议题 挑衅中国大陆 相关内容 我们通过新闻来了解一下 进一个短片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 19号 菲律宾海警船 故意冲撞中国大陆海警舰艇 台当局帮枪菲律宾 指责中国大陆 遭到各界舆论批评 菲律宾外交部长 马纳罗近日表示 台海局势 对菲律宾相当重要 岛内舆认为 随着美国影响力 日益衰落 菲律宾在南海问题上 孤立无援 妄想通过在台海问题上 说三道四 讨好美国的同时 也企图借此减轻 其在南海问题上承受的压力 据您了解 此次菲律宾海警船 为什么会故意冲撞 我方的海警舰艇 具体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我们从现场视频 对现场视频展开分析 就不难发现 菲律宾这次的冲撞行为 是有意为之 飞方的海警船 以高速驶向我方船只 它的动作 一是非常的不专业的 二是非常的危险的 它就是蓄意冲撞 来达到自身不可告人之目的 对于这个情况 可以从时间和地点 飞方的选择来观察 从时间选择来看 它选择的是深夜和凌晨 就是故意的 要利用当时的天气环境 一个就是海上复杂的情况 另外一个就是光线 非常的弱 所以要实施这样一个冲撞行为 它的目的有两个 第一个是 使得中方的反制的难度加大 另外一个就是用茫茫夜色 去掩盖它的非法行为 避免国际社会去高度关注 去了解真相 所以它这是蓄意为之 另外我们从地点上选择来看 它选择是咸宾礁 咸宾礁附近海域 施这个非法的行为 其实它是另有图谋 我们之前节目里多次谈到 在南沙的主要航线 有三条 分别叫西头线 东头线 南头线 那么咸宾礁 它就是位于东头线 一个相对枢纽位置 它的地理位置 非常的关键 如果说非方 它要使它妄图去控恶 咸宾礁的话 它的一个目的 就是通过这样一种 非法的行为 实现对于整个南沙 东部海域的一种影响 那么我们看到 这样的一种行为 就体现了 菲律宾 它要通过多种方式 在南海同步 多点同步去展开挑衅 那么除了咸宾礁之外 我们了解到 像还有仁爱礁 但是仁爱礁的行为 跟仁爱礁的挑衅 有所不同 在仁爱礁过去 非方妄图 以礁控海 也就是 它过去 在仁爱礁非法 坐摊一条破旧军舰 然后逐步地实现 对于仁爱礁附近海域的 它这种所谓 非法的控制 另外在仁爱礁 它是反过来 转换了一个思路 它妄图是以海控礁 首先在海上 多次展开碰瓷行为 多次展开这样 比如说这次的碰撞的 这样一些非法的活动 然后去吸引更多 菲律宾的各类船只 聚焦到相关的海域 再实现它去 妄图去占据仙兵礁 这样一个非法的目的 那么刚才 王先生分析的很清楚 这完全是故意为之 而且是一个 非法的违法行动 但是我们看到事情发生之后 台湾当局却表态声援 指责大陆 那么信主任您觉得 为什么赖清德当局 要帮菲律宾的枪呢 对于赖清德当局而言的话 在一切的问题上 只要有可能 那么是绝对不能够 跟中国大陆站在一边 这应该是它的一个原则 或者是底线 当然了很多时候 我们甚至看到 赖清德当局会不顾中国的国家利益 包括领土主权的权益 去跟国外的一些反华的势力 或者一些国家的政府 去站在一起 对中国大陆进行各种各样的 无端的指责 这么多年来的话 民讲当局 包括在蔡英文当政的时候 一直是跟大陆保持着 这种相当远的距离 甚至有的时候 是会去站队美国 日本 菲律宾这些国家 去给他们帮枪 我们看到这次 包括在新民交 以及仁爱交和黄云岛 相关的争议里边 民党当局应该说是 一般来说 是尽可能不坑撑就不坑撑 因为毕竟赖清德这种做法 包括此前蔡英文这种做法 在岛内其实也面对着 很大的压力和这种批评 因为包括国民党在内的 很多岛内的爱国人士 其实还是对维护南海的 岛礁主权争议 在这争议过程中 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 这方面其实态度还是比较坚决 而且也是应该对赖清德也好 还是蔡英文当局 是施加了一定的压力的 所以赖清德和蔡英文 民党当局的话 一般来说不敢 或者也不愿意在这个问题上 去大肆地去公开 宣扬他们的这种立场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话 尤其是在赖清德上台之后 岛内这方面的批评的声浪 其实在降低 赖清德的话可以说大权独揽 在抗中保台这条 他的这个态度路线上也是越走越远 胆子也是越来越大 所以我们看到在这次 针对南沙的这种争议中 我们一方面 赖清德当局是抛出了一些 不同不仰的 什么维护地区稳定 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 同时也更进一步 对大陆进行的这种指责 我觉得这其实一方面是正向 我们国台办所批评 赖清德当局的 包括民党当局的 就数点忘组 出卖我们的组产 另外一方面也体现了 赖清德当局尽可能在一切问题上 和中国大陆保持距离 甚至跟中国大陆 采取一些对立和对抗的 这种反对的那种态度 以此来体现 他这种一方面是抗中保台 另外一方面的话 是积极的投向 向美国主导印太战略 试图纳入其中 并且去跟周边一些国家 通过出卖国家领土主权权益 去跟其他一些国家和政府 拉近关系 为他的台独路线去撑腰张目 这么一个基本的一个目的 总之为了以外谋独 赖清德当局 近期与非方可以说是 一唱一鹤加紧勾连 与此同时我们还注意到 近期菲律宾方面 也是频繁插手台海事务 比如说菲律宾外长就妄称 台海局势对于菲律宾相当重要 何出此言呢 而为什么菲律宾要插手台海事务呢 赖清德 菲律宾知道民进党的台独因为主张独立 那跟两岸之间的关系处得非常紧张 两岸的紧张的局势 让菲律宾 它觉得可以从中得到渔翁之力 所以他就开始操作台湾的议题 他希望透过台湾的议题 能够给大陆施加压力 这样的情形下 看能不能从大陆那边获得一些好处 所以他就一直强调说 台湾有事就是菲律宾有事 把台湾的问题跟菲律宾绑在一起 另外他就再把事件再扩大 他说如果一旦发生战火 那战火在台湾海峡站 巴士海峡 那一定会燃烧到菲律宾 所以菲律宾会卷入 这样的一个动荡不安的局势 而且海上的贸易航路 那么都会大受影响 所以故意把两岸之间的矛盾 扩大成为区域的安全的问题 那就影响到菲律宾的国家安全了 当然最后我们也都知道 他的这样的一个做法 就满足美国的要求了 所以菲律宾现在 自愿当马前卒 或者是接受美国的要求 然后当马前卒的时候 他就可以讨好 他背后的收拾他 挑拨他 指导他这样做的美国人 或者美国政府 这样的情况会对于菲律宾的领导人 或许在美国的被冻结的资产 或是司法官司 或者是他们之间跟美国 所相互勾连的秘密 因为这个大家都已经 从这方面来揣测 所以大家合理的推断 就是美国的这只黑手 在后面操作 菲律宾的现在的政府 完全满足美国的要求 那这样的话 美国就会满意 就会给菲律宾相当的利益 而不是给菲律宾人民相当的利益 是给菲律宾部分的政客 部分的人士相当的利益 可以说现在菲律宾完全就是在效仿美国 想借台海议题来解南海的困境 那前面我们也说到了 现在在南海 菲律宾是麻烦重重 那么信主您觉得 现在菲律宾到底承受着什么样的压力呢 我觉得主要是来自两方面的压力 一方面的话是在南海的这种紧张局势 不断升级背景之下产生了压力 不久之前的话 也就在八月份 在不到48个小时之内 菲律宾的军机就有两次去强闯 我们环英岛附近的空域 遭到了我们解放军的拦截和警告 另外一方面 我们前不久看到了 在围绕仁爱礁 向那艘破旧不堪的 马德雷山号登陆舰 去进行运捕的这种发生的摩擦 包括我们现在最近看到了 菲律宾的两艘海警船 跟中国的我们的两艘海警船 发生这种碰撞 是恶意这种冲撞的事件发生 我们可以看到 菲律宾是在不断地加大 在南海的侥幸力度 同时它之所以这么做 也是因为在这些海域里面 包括整个南沙的态势 菲律宾也明显地看到 凭借它自己的力量 是根本无法跟庞大的 这种强大的中国的海军海警 包括还有我们海市 各方面的综合力量 去进行对抗的 如果长此以往的话 在菲律宾看来 他们将彻底失去 对南海的这种相关海域的 甚至包括进入的能力 更不要说去夺取 或者是占领更多的岛礁 另外一个方面的压力 应该说是来自于美国 美国这些年来 一直在积极地推动 包括日本 韩国 菲律宾 澳大利亚 这些它的这种 所谓坚定的盟友 在南海 东海 包括台海 以及更广阔的印太区域 发起这种对中国的挑衅 以此来牵制中国的崛起 这点应该说是美国印太战略 推动的一个核心的目标 那么在这里边 美国当然也希望菲律宾 在南海方向发挥更多的作用 甚至现在我们看到 不断地在怂恿和挑唆 菲律宾去借助台海事务 这应该说真的是 触碰中国底线这种行为 所以我觉得的话 一方面有美国的压力 另外一方面还有 就是菲律宾国内的压力 在南海问题上 是这个挑衅力度越来越大 这个程度越来越高 而且势必也会造成 南海局势的不断的升温 甚至是升级 确实如刚才信主任所分析的 在南海问题上 如果没有美国的成要 菲律宾哪敢如此的嚣张 而现在又变本加厉 打起了台海议题的歪主意 那么对于此次 非方的相关表态 赖青的当局做何反应呢 我们继续通过新闻来了解一下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 针对菲律宾外长 关于台海局势的言论 民进党当局立即表达 所谓欢迎与肯定 并妄言愿在价值 同盟及经贸三个支柱下 持续深化所谓实质合作关系 被岛内痛批 与菲律宾舍属一窝 各怀鬼胎 赖青的当局对于非方的表态 是大表感谢 对于这样的做法 是受到岛内舆论的批评 因为有分析认为 在南海两岸是有着 共同的利益的 所以两岸中国人应该携手 共同维护我们自己的祖产 但是反观赖青的当局 作为执政党 不但抱美国的大腿 那么接下来 难道还要抱菲律宾的大腿吗 赖先生 赖青德所领导的民进党政府 他背足往中 道理很简单 南海是我们固有的疆域 这是老祖宗留下来的 极为珍贵的财产 我们一寸都不能放 即使在蒋介石时代 两岸之间的关系 事实上是紧张的 但是碰到南海的 主权的问题的时候 蒋介石的态度 还是从这是中国老祖宗 留给我们的这些财产 那两岸一旦碰到外面的时候 那就一致对外了 可是这些主张台独的这些人 他就不这样想了 他不是站在我们中华民族的史观 他是站在台独的史观 他一直想方设法的 想抛弃钓鱼岛 想抛弃南海的主权 台独知道美国在支持菲律宾在南海闹事 所以他知道如果他进来 维护南海的主权 也就是两岸共同维护 祖先留给我们的这个主权的话 他就会得罪美国 得罪美国 那对台独来讲知识体大 所以他们宁可放弃南海的主权 也不肯得罪美国 在这个情形下 他们就去巴结菲律宾 坦白说这个对我们台湾的民众来讲 内心是无谓杂成 无力保护自己渔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反而还要对凶手示好 这样的以外谋独真的是毫无底线 那么有分析认为说 现在菲律宾之所以从南海 把焦点转移到台海 是由于美国在背后下指导期 那么您觉得美国希望菲律宾做些什么 而菲律宾又是如何对待台湾当局的呢 在这个问题上 美国确实是幕后黑手 我们知道美国在近年来 一直要深度推动 它所谓印太战略 而在印太战略布局当中 西太又是重中之重 我们知道美国在整个西太地区 它有两大军事基地群 分别是东北亚基地群 还有一个就是澳新基地群 中间有一个环节 就是菲律宾 虽然说菲律宾它的实力非常的弱 军事实力在整个东盟国家当中 几乎都处于末流 但是它是好比是这个一个沙漏中间的一个最细的玻璃管 这个玻璃管对于美方来说呀 它不希望它断掉 而这个玻璃管最细的部分呢 恰恰是菲律宾旅送到向北的这个巴士海峡 也就是靠近中国台湾岛这样的一个区域 另外我们从美国要打造这个海洋带角度上来看呢 它是试图去串联一些地区的热点争端 那么这个岛链是要串联它的军事盟友 那么海带呢就是要串联这样的一些地区热点问题 比如说东海问题 台海问题 南海问题 那么这中间呢就打造一个三海联动的一个态势 而在三海当中 这个台海啊 它正好是居于一个相对终点的位置 所以美国要深度推动它整体的印太军事布局的话 它要把这两大元素给结合起来 第一个就是谈到岛链上的菲律宾的元素 另外一个就是海洋带上的这个所谓台海 这样的一个因素 把二者呢给穿到一起 为了实现这样一个不良的企图啊 美国方面可谓是对菲律宾多年来展开了一个全方位的多层次 这样一种渗透 比如说对菲律宾援助的一系列所谓先进的装备 包括无人机 包括先进的防空系统等等 还有一个对菲律宾提供的一些这个军事咨询 还有一些这个人员的培训 这中间都掺杂了美国对于未来在台海方向 可能产生不测事态场景的这样一些预设的因素 另外一个呢 就是这个美国在具体与菲律宾共同展开的联合演习 比如像肩并肩演习等一系列的这种联合军事行动当中 它会主动设置一些科目 比如说海上封锁 比如两栖登陆 也是指向未来台海的某些场景 这就是要对菲律宾展开一个深度的军事层面的捆绑 另外呢就是美国它在整个西太区 它要打造一个全新的军事同盟体系 当然是以美国的利益为中心 那么这个军事同盟体系当中 它也让菲律宾与日本和澳大利亚 分别去建立这种准军事同盟关系 在一些军事或者准军事互动当中 菲律宾它也会主动的去掺杂一些设台海的因素 而这些问题呢 都是我们接下来值得去高度关注 高度警惕的 其实说到底 无论是菲律宾也好 还是台湾当局也好 他们都是美国手中被利用的一枚棋子和筹码 是为美国所服务的 但是面对现在南海台海 问题不断紧张不断升级 幸准您觉得作为两岸的中国人 我们应该如何更好地携手 共同捍卫我们的领土主权呢 当然最理想也是最佳的状态 那就是两岸能够根据中国大陆 我们提出的合并统一 一国两制的原则来实现最终的统一 这样的话两岸真正能够携起手来 去捍卫我们的赌产 去捍卫中国的国家主权 这其实应该说对于台湾当局来说 应该说是已经最低的一种要求 或者是一个底线了 但是即便如此我们看到很遗憾 面前当局还是做不到这一点 如果我们回溯一下历史的话 在马云九当政时期的话 其实对于不管是东海问题 还是南海问题上 两岸之间其实立场是非常一致的 在蔡英文当政时期的话 它是把原来住房在太平岛的 100吨级以上的这种巡防舰 或者是舰艇全部改成了10吨级 这种小型的非常老旧的舰艇 事实上也是一种将级 因为对外呢 它是想展现出来 它第一不愿意跟大陆一起去 在南海去维权 另外一方面的话 就是向美国去去 包括还有周边一些国家 去展示出台湾当局 我是跟你们站在一起的 我是不跟大陆在一边的 我是不愿意去挑事的 等等等等这样 甚至哪怕这意味着 台湾其实牺牲了在南沙的相关的权益 根本不愿意去为维护中国的领土主权完整 去做出一丝的努力 这点我们可以说 在明显当局 现在赖兴德上台之后的话 应该是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延续 甚至是加强 包括我们这次看 中非之间围绕着这个仁爱交易也好 仙兵交易也好的这种摩擦 我们事实上看到 不仅台湾当局 对大陆在进行了谴责和非议 甚至还在不久前的话 还是派出了他们的这个海巡 去跟菲律宾的海警 去磋商什么特种部队之间的合作也好 情报的共享也好等等等等 事实上应该说 这相关的赖兴德当局这些做法 再次体现了 就是他这就是要走一条 抗中 宝台 巨统 谋独这条路 所以我觉得的话 现实层面来说 要想实现两岸携手合作 来捍卫国家主权 尤其海洋权益 现在应该说是比较难的 台湾是中国的台湾 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 外人无权围堵中国智慧和干涉 在中国核心利益上 非方必须慎言慎行 不要玩火 否则将祸及自身 民进党当局如果执迷不务 企图以外谋独的话 必将自取灭亡 再次感谢三位嘉宾 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介绍 谢谢 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 再会